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注重孝道 为人子女的应该要顺从父母亲的管教 但是当子女成长以后 往往自己有独立的判断力 有时候会对父母的想法跟做法并不以为然 那么如果提出了反对的意见 是不是就是有为孝顺的美德呢 我们恭敬圣言法师来为我们开始 在中国儒家的思想 说父母在不远游 游必游方 也就是说父母在世的时候 不要到外地去 不要走得太远 如果要走到哪里去的话呢 一定要告诉父母啊 你是到哪里了 到了哪里以后呢 也要告诉父母一下 你在哪儿啊 它的目的就是让父母啊 不要担心 不要操心 那么父母死了呢 要三年不该去治 因此呢 后来就有人呢 说父母一死 要守孝三年 要守墓三年 在三年之中啊 就是看到坟墓 跟父母的遗体在一起了 再又变成了余孝了 像这种孝顺 对父教来讲是不赞成的 父母过世了以后 这是三年不该去治 就是对父母的遗致 不能够改变 父母的遗致 对我们现在人来讲的话 不一定是正确的 父母如果是做的小偷 那要你三年不该去治 你也做小偷去 那当然这个是不可能的事 那父母做的行一 他要你的儿女 也要做他这个行一 这个是太痛苦的事 现在的人各有其治 各有他的兴趣 各有他的特长 所以不一定啊 父母的事 父母的志向 就一定要继承下去 但是不能够啊 伤害到父母的荣誉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不要让父母过世以后啊 还让人家骂 特别是中国人 很喜欢骂人家祖宗八蛋 说看着你的行为不好的时候 就骂你的母亲 骂你的父亲 骂你的祖宗 那这西方人是没有的 对我们中国人呢 是这个样子 因此呢 我们中国人 在孝顺来讲的话 应该对父母的荣誉 要维持 不能够让父母啊 这是一个孝顺 父母如果年纪大了 他的时代背景 一定跟现实的社会啊 不大一样 时代的社会都在变 天天几乎都有变动的思想和观念 和方法出现的 所以对父母的观念呢 不一定要遵守 但是父母的爱心要感恩 父母说什么话 他都是以慈爱心 观爱心来对待子女的 不要把父母的观爱 当作是一种啊 负担 或者是一种干涉 或者是一种啊 压迫 一种啊 这个 强权 不要这样子想 应该 父母讲什么 应该多感谢 应该多感恩 感恩不是他的话 感恩不是他的思想 感恩他的用心 因此对父母不能顶撞 对父母讲的话 他们年纪就大了 你说要给他辩论 他也不懂你这个时代 你讲的话 你的语言 他不懂 你给他辩论什么也没有用 你给他顶撞 那也是没有用 不需要 你是感谢 感谢父母 他说你什么 你说是谢谢 谢谢爸爸咯 谢谢妈妈咯 你这个关怀我 你不要说 不要管了 我知道了 我已经这么大了 你还要管我 不是他管你 他是来照顾你 他是来关怀你 应该要感谢他 但是父母管孩子的 孩子们最不能接受的 是男女的爱情 子妻已经长大了 子妻找这个女朋友 父母说不答应 不想要 结果好像是父母要结婚 而不是子妻要结婚 所以这个是很难 还有呢 女儿呀 嫁人 父母不准他嫁某一个人 这种事情也会发生 在这种情形下 要不要听父母的话 但是呢 很难啊 你听话 就不是子妻要嫁人 不是要嫁给子妻要嫁的人 不是子妻要娶的太太 而是父母要娶的太太 所以现在的人 没有办法接受 那么在这个情形下呢 我也是劝了 年轻的人呢 是感谢父母 让父母放心 然后呢 你没有办法接受的是 你只有说 那父母没有办法要 你就 这是我要啊 不是父母要啊 就跟他商量了 如果商量了还是他坚持 那就是缓一缓吧 不要那么急吧 不要马上啊 就要实现吧 你让你的对象带回家 让你母亲看看 让你父亲看看 时间又看又久 又看又顺眼 又看又好 你这个对象也让他孝顺 也让他叫他感激 要让他照顾 要让他关怀老人家 这样子的父母也会改变呢 所以呢 我劝年轻的人 是为孝顺孝顺的意思呢 并不是完全顺从 服从 而是呢 要感谢 要感恩 要理解父母的心 是一种爱心 这样子啊 就很好 还有最好的孝心 是把自己奉献给社会大众 这个对父母来讲的话 供得无量的事 谢谢大家